C罗转会到尤恩图司之后吸引了所以球迷的关注,C罗是这个世界上曝光度最大的足球明星没有之一。 虽然在个人能力和成就上,很多人都在争辩梅西和C罗高低,但是在场外尤其是个人品牌开发和商业曝光上梅西确实距离C罗有很大的差距。 这和他们之间的性格以及团队有些关系,C罗从曼莲去到黄马,从黄马去到尤恩,每一次都是世界级的转会,对于C罗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现在的C罗在尤恩图司看起来过得很轻松,很多异道立足他民族,都在欢迎C罗的到来,甚至很多媒体也都将C罗来到一甲来到尤恩图司是划时代的。 哪怕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和媒体,他们和尤恩图司的关系并不是很好,现役的球员钟宁莫比莱甚至说自己庆幸在C罗到来之前,已经品尝了一甲金靴的荣誉。 言外之意就是C罗来到一甲之后尖缺,肯定是他的囊中之物了,这是很高的评价。 目前,C罗和家人们也都在都林城,谈到他的家庭现在关注度最高的,肯定要说是他的爱人乔治那了。 虽然有很多喜欢C罗的人觉得以他这样总裁的身份,完全可以找一个比乔治那更好看的女人啊,就像当年的伊莲娜一样。 但是现在的C罗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矛头小伙子了,他自从和乔治那在一起之后什么夜店绯闻之类的新闻穿得上很多,所以有的时候两人在一起不在于多般配,而在于大配。 C罗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表白乔治那,而最近乔治那也表白了C罗一把。 既然是来到了意大利,入乡随书的乔治那用意大利语发了一句, Bona Cricon, you know, amor。 然后图片,是他和C罗一起坐在车里微笑的照片。 Bona Cricon, you know, amor。 的意思,是我的最爱,不得不说罗嫂这样的表白方式也是很直接,用意大利语表白,也是情商很高。 C罗和乔治那现在看起来是体感了金铜日语了, 大家都希望在未来他们可以成为下一个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,小贝和贝嫂之间的感情。 玉儿经,生意等都被认为是凯摩,现在看起来C罗和乔治那,有向他们的方向发展的趋势。